如果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,就不能做我的文童。 你们中间,谁愿意建造一座塔,而不先坐下筹算费用,是否有力完成呢? 免得他惦记以后,竟不能完工,所有看见的人都要击巧他说,这个人开了工而不能完工。 或者一个国王,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,哪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能否以一万个人去抵抗对方的两万人呢? 如果不能,就得趁那国王离得上远的时候,派遣使节去谈判和平的条款。 同样,你们中,无论是谁,如果舍弃他的一切所有,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 今天的福音呢,我们听起来,好像还不错,其实在原文里边,他的,这个是这样说的, 谁如果跟随我,不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、姐妹、儿女,不恨,是恨子。 大概翻译的时候,觉得太硬了这个话。 希伯来的话,很简单,他们的语言比较少,他们为了做一个对比的时候,他们不说,爱耶稣,恨别人,恨家人。 这个恨呢,意思不是恨,意思就是像今天这个中文翻译,你看爱耶稣怎么样,要多于爱别人,就是这个意思。 那今天的读题刚刚刚说到爱,福音刚刚说到恨,真是又让人爱,又让人恨。 你说耶稣的话,听起来非常有挑战性,是不是? 你要爱一切,包括爱仇人。 现在又说,你要爱我,恨别人,尤其是恨什么?恨你的家人,恨你自己。 听起来比较难懂,你注意今天的这个福音啊,它有上下文的,上文是说,耶稣讲了一个比喻,有人请客吃饭,请了很多人。 结果呢,被请的人,这一伙人说,我刚买了一块地,我要去试试地。 另外二人说,哎呀,我买了什么五对牛,我要去试一下。 而另一个人说,我刚买了老婆,我不能出家门。 然后呢,于是主人就很生气,我这个饭是给你们,请你们的,你们不来,主人生气,就让国人去大街上,就请很多的人。 他的上文是这样子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话很生硬,是因为上边有人很生硬地拒绝了他。 耶稣把天国带来,邀请人进来,很多人不愿意找借口,我买了田地,我买了牛,我买了,我娶了太太。 是这个原因,这个情况下,耶稣也说了很重的话,说什么呀,为做他的门徒,为进入天主的国,是需要有牺牲的。 如果你把你的田地放在第一位,田地就是家产,如果你把那牛,牛就是所拥有的,如果你把你的太太,就是人进关系的,无论什么呀,你把你的什么放在第一位的话,比天国,比抗训天国还要重要的话,那耶稣说,不配进入,不配跟随我。 这是上下的,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,为什么耶稣说这么重的话,是因为的确不容易。 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跟随耶稣,任何事情都这样,不是吗? 任何事情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,他本身是有代价的。 而只是耶稣说,跟随他的代价是最高的,不仅仅要恨什么什么,不仅仅要赏,就是要爱他,胜过爱别的人。 最主要的是胜过什么?谁若不悲弃自己的神价,意思是什么? 最主要的是,如果一个人最爱的当然是自己啊,所以耶稣这里挑战的,仍然是我们的自我。 自我这个东西啊,到死了,还有。 你,你,我们,你想一下,我们在生活里面最爱的还是自己,永远是自己,所以耶稣就挑战我们这个。 如果别人生气,第一时间是不是想,想骂回去,对啊,是什么,一点道路的意思,我们永远是自我的。 或者,任何东西来的时候,你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。 那耶稣在这里就取了两个例子,说,嗯,根据我的代价,就是好好的想一想,坐下来想一想,你要改房子,改实陈,你有没有资本一次性完成。 不让别人笑话,说,你这个人有头无尾,半途而废。 或者是,你要跟别人打架,对不对? 你得看,你是一米六,人家一米八,你能不能打过人家? 打不过人家,赶快跟人家道歉。 哎呀,说,我对不起你啊,我这个,这个,有眼不识泰山,你就算了,对不对? 你做我的门徒,也得想一想,能不能跟随我道歉。 招教是每天的,不是一次性的,我们做教友也不是一次性做教友,永远是教友,没这回事。 教育的传统一直在讲,基督徒是做成的,是成为的,不是,就是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子,是成为教友。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教友,无论你生下来是不是什么,领了喜,你后来的成长是不是要靠你自己啊? 对的,领喜那个生命还没有开始,最后当你长大了,你自己成长了,领喜那个生命才开始,才真正的开始。 所以也许有不少的教友,可能一辈子都不是教友,一辈子都是领过喜的外教友。 如果他没有自己在信仰上成长的话,对于信仰不能假设一个,福音一方面鼓励我们,一方面也确实给我们放下这个狠话,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都不容易,尤其是跟随耶稣。 有一个学生听完老师的讲课,替老师抱怨,老师我觉得你教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 老师说,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 有时候我们觉得,如果耶稣说的都是一些对我们挑战很大的话,那恰恰就是切中了我们的要害。 我们不要觉得耶稣教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,没有的东西是我们自己,耶稣教的都是有用的。 有时候是我们没有用的,所以我们要想上是吧,让福音去挑战我们。 我们祈求耶稣让今天的福音特别挑战我们的自我。